大家好 我是 Mr.刘备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3.3 ok 就是第3 整个第3个部分 请放在第52页 好 3.3讲什么呢 就讲的是 就是死前人类生活的特征 ok 这有什么特征呢 当然有几个特征 我们来一个个看 比如有住在 居住环境 器具 或者如何收集食物 经济活动 社会结构 信仰 以及艺术跟文化等等 我们看一下 居住环境 或登巴本跟地亚曼 好 所以早在呢 就实在呢 就Paraolithic的时候呢 都住在那里 住在山洞 地洞 好 他们要找 地宝不过树底下呢 或者是一些木 木材 做的一些物质啦 因为那时候呢 他们的科技比较落后 不会建物质 好 我们说一定呢 还是住在山洞 还是住在地洞 可是呢 还是呢 有些人住在 河边或海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方面他们找到 水源跟食物 好 来到Neolithic呢 人类呢 开始住在一些简陋 简陋的物质啦 都是在河口 已经在海边 开始去盖一些房子呢 是用石头啊 黏土啊 木材来盖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成一个例子 好 最后呢 是铁器石带 好 这个石带呢 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的物质啦 比如用石头 用黏土 用木 看到吗 已经是一个很 已经成型了 一个物质的形状出现了 就在铁器石带在咱们楼杆的时候 好 下一个呢 是器具 拔了担 好 就实际上的时候呢 当时器具呢 是用 石头啊 木啊 骨头等等 好 这些东西呢 是比较 ring gas 而比较粗糙 又比较简陋的 就是 一些石头就拿来当器具了 好 来到呢 这个Mersolating呢 开始会 也是用 木材啊 石头和骨头啦 不过呢 开始比较 Halus 隔膜 比较细 已经比较整齐了 或者一些比较小的器具 叫做microlit 他们用这些 他们也会用箭呢 来 捕猎 或会用陷阱 来抓鱼 好 来到Nerating呢 就开始更加细 更加的整齐了 隔膜 更加的精致化 而且当时呢 开始会制造一些挖掘的工具 阿拉蒙格丽 以及轮子 罗达 好 来到呢 铁器呢 或金属时代呢 更加更加讲啦 因为开始会制造金属器啊 好 这边呢 有 它们开始呢 会做一些 柱件啊 做一些铁器 啊 会有那个模来做的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开始有比较好的生活 如果跟 咱们Battu比起来的话呢 咱们Lokan是比较好的生活 开始有一些 铜器 这些铁器的出现 好 麦克丽是怎么来的 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石头呢 而且是有比较尖的 麦克丽 然后找食物的地方 ok 在谷云 呃 就实际在呢Politik的时候呢 找食物呢 就是打猎 啊 收集食物呢 除了打猎之后呢 就收集食物 它们会收集什么 收集水果 成打猎就是 呃 菇类啦 一些种子啊 或者一些植物 呃 收集了 过后呢 还 储存成食物 Mosoliting呢 也会收集食物 它们会收集 呃 这些鸽兰跟西部 那些贝壳类 ok 在海边那边收集 Mosoliting呢 新时期时代呢 它们开始会种东西 还会畜牧野 会圈养动物 就把它 呃 驯化成家畜 啊 所以呢 就导致呢 收集食物呢 越来越少 我们不用收集了 因为它可以自种 啊 会自己种新的 它不用收集 ok 这个呢 算是一种进步 好 来到铁器时代啊 呃 就是金属代呢 呃 就是 呃 根本呢 都不需要收集了啦 因为呢 因为农业很发达 秀务很发达 而开始有一些简单的商业活动 就是物物交换 这样子的话呢 整不可能不够食物 大家各 各取所需 ok 用看 用程来交换这个鱼 ok 就是System Partner 物物交换 物物交换 叫做System Partner ok 来到了这个 呃 经济活动 好 在早期呢 就实际上的经济活动呢 是比较不感动 就是完全依靠大自然 找到食物呢 就要共享 而且呢 当时呢 是Persifat Saladib 就是自足自己的 啊 自足自己 就是自己 就抓什么就吃什么啦 ok 没有多 那么System呢 开始呢 就开始会收集森林产品 会捕猎 会抓鱼 然后呢 他们还是会共享食物 ok 这个呢 是 呃 一个壁画啦 当时呢 有记录了当时的 在捕猎的一个情景 好 Neolitik 新时代呢 就开始不再完全依靠大自然了 他们可以开始种东西 可以养东西 然后开始出现一些商业活动 以及雇物交换 开始分工 就工作越来越专业化了 看到吗 还丢一些Pertanaga 在Logga嘛 金属时代的话呢 就开始有这个 呃 从这个农业啊 畜牧业啊 这个贸易呢 就开始变成了一个 呃 主要的活动 然后呢 同时呢 也出现了制造业 跟那种工匠业 开始会制造那种 呃 铁器的那种道具 还卖 好 这个呢 是西牛角 来换象牙 好 这边有Nomad Nomad 指的是游牧 就到处搬家的意思 游牧民族 好 然后 Organasi social社会结构 好 在这个Politik的时候呢 当时人类呢 是住在小群体的 这几个家庭 几个family的 组成一起 而当时呢 是属于Nomad 就是游牧 就到处搬家 好 国家 确定了 凯西亚 还是游牧民族 当时呢 也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社会结构的出现 好 然后 现在呢 已经开始有一些社会结构出现了啦 已经有首领 开始会选领袖 然后呢 开始会出现阶级的 社会阶级的出现 比如有统治阶级 有领袖 以及有 那种被统治阶级 或是那种下等阶级 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生活呢 开始 整个社会呢 就比较有趣一点了 好 来到铁器时代呢 基本上呢 就是领袖呢 已经开始有责任会解决问题 然后呢 Mbendo Arturan 就会制定一些规矩 就让整个社会来服从 这样子的话呢 开始出现了一些 简单的行政制度System 本大标让 OK 葛珊安就是信仰 宗教信仰 好 在早期的Politik呢 他们信仰呢 是Symphotic Animism 就是泛神论 就万物有灵论 就是每一个东西的都有神的 就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大致啊呢 能够决定他们的生活 OK 他们相信呢 打雷啊 闪电啊 风啊 雨啊 太阳 都是神明 就泛神论 所以呢 除此之外呢 那些树啊 石头啊 沙纳啊 海啊 都是有那种神秘的力量 OK 就是Animism Mosulitic也是一样 还是信仰是Animism 这个泛神论 就是万物有灵论 好 开始在Mionitic呢 开始出现一些祭拜的仪式 就在开始呢 会跟大自然的Pathamaya 然后呢 开始会那种拜神的活动 本人巴探 然后他们相信呢 死后的世界 相信来世 然后呢 他们会开始处理他们的尸体 会埋得好好 因为他们相信来世 好 这个 Globalic Death Band呢 有这个 这样的一些 识悲啦 就当这个也算是一个 Ritual的一个 一个证据 好 在罗刚呢 就开始 人类的摩拜呢 开始就来约 是清晰啊 然后开始出现一些 神庙 就是一些特别的那种 宗教场所来拜神 来 OK Animist呢 什么意思呢 这个讲到呢 就相信每样东西呢 都有神明 所以呢 就是说 犯神论 Ritual呢 就是宗教仪式 Ritual 好 艺术跟文化 好 早在Politik呢 就看到了 这个Glo Shalvet 他们开始会画 壁画 而且壁画呢 是带有这种realism的 就是现实主义的 就看到什么 画什么 还没有会幻想 就是看到东西 就是画爆了 跟着画 好 这时候呢 Mursoritik呢 还是一样画壁画 还是壁画呢 是主要的艺术品 好 来到Mursoritik呢 这时候呢 人类呢 开始会制造一些chora 一些图案 他们在那个 铜器 那个什么 陶器里制造图案 开始出现一些 一些图像呢 叫做symbolism 就是那种图腾 那种象征主义 所以他们做一些 对他们 不会完全的就是 照着牛羊去画了 他们会自己想象一些 symbol来画出来 好 来到Logal呢 就开始注重美学 尼赖Astetica 注重美学 然后呢 开始会有一些 跟当刚设计 铜骨啊 然后呢 这边有一些很美的那个 画 那个造型 以及那个图案等等 好 这呢 这个就是 3.3 OK 好 下次我们再继续讲3.4 我们下次见 OK Bye